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楊琴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 防捕 如果你們已經開始準備要來法國的話 你們之後一定會有要申請防捕這個東西 防捕這個東西我覺得我現在要來告訴大家一些比較 大家不要把防捕想的太美好 就是想說反正我來這邊我就會有一筆法國政府給我的錢 然後聽說最多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幾百八十幾歐 那我應該可以拿到吧 其實很多人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我要跟你講是沒有這麼簡單 只要攸關錢的事情的話 像說每個國家都一樣就是 他跟你吹錢他會跟你吹得很快 可是你要他吐錢出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先來記住這裡說 防捕是要怎麼申請呢 防捕就很簡單 你就是去KARF的網站 我會把KARF的網站寫在下面資訊欄 你來這邊的話你一定會有一段時間你會去辦這個 不管是你來的第一個月 或是你要來多久就是在你有空之後 然後你房屋已經決定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這個事項 我們可以上網路上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資料 就是他需要你準備很多相關的文件 然後把它送去LAKARF的那個去辦公室 或是把它寄出 或審核之後他就會給你適當的房屋補助 你會需要的東西可能就是 你的居有證 你的護照 你的跟房屋簽約的合約單的 全部都是副本 然後因為你是要裝進信封裡面 然後寄出的 不能直接用那個email寄 然後反正就很多很多東西 你們上網應該可以查到 或是我會把它列在這邊 列在旁邊 就是告訴你們要準備一些什麼東西 可是你還是上網自己查 可能會比較清楚 好 那我要更告訴 我覺得我 我今天這集主要想告訴大家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的cuff會得多少錢呢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有個夢就是 反正我每個月都可以拿到一筆錢 來貼補我的房屋租金 那我要先告訴大家幾個 我身邊的案例 呃 一開始比較順利 有一些人在一開始就申辦 那個就會比較順利 然後你後面你可以去問那些已經申辦過的人 你來這邊之後 你一定會遇到已經申辦過的人 他們可能會有醫院可以教你或什麼的 然後你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是自己處理 或是你跟你同一批來的同學一起處理 大家一起列印 一起準備 大家一起準備東西這樣子 通常我們開始申辦的cuff的時候 我們會上去他的網站 然後cuff他有一個網 他有一個試算的估算網 就是他有一個系統 他是幫你估算說 你會拿到多少錢的補助 通常你拿到月高補助 代表你的租金月高 他說我住9號宿舍 我租金很便宜 然後我可以 我又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幾 然後他說 呃 那個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喔 像是我的同學們 他們住在學校的宿舍 學校宿舍一個月是250歐元 然後 他們都有上去先 你可以上去他們那個試算的網站 先去試算 就是輸入地址 就是上面他要你填的資料 全部填一填之後 然後你可以試算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住在這邊大概是多少錢 我記得我朋友那個時候 他們全部人的試算 都差不多是在92 91 93歐 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他們生辦完之後的金額 大家都在96歐 所以就是等於說 你住在宿舍的話 可能就拿到96歐 然後我有上網查過很多資料 就是你住在學校宿舍 你的租金落在250歐上下的話 這個金額的話 基本上都是拿到90幾歐 不會破百 然後像我的話 我本身比較特別 因為我來這邊的話 我是跟阿仔一起住 所以說我不是住學校宿舍 因為我們兩個是住一起 所以我們兩個的CAV可以變成是Double 就是 他的 然後再加上我的 如果你是兩個人住在一起 你們用同一個地址 其實是可以申請CAV的 就是大家不要緊張 你是情侶 然後你們住在一起其實也可以申請CAV 就是情侶的話 然後 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 然後住在包洞的 也可以申請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說 是不是阿我們共用同一個 我們共用同一個地址欸 這樣子會不會他會不會覺得說 我們是在炸他錢 可是 不會 因為你們就是獨立的個體 CAV是給每個人 而不是給每一棟房子 如果你是Homestay的 Homestay也可以申請 Homestay也可以申請CAV 只是你要確定說你的房東 不能是你的家人 不能是親屬 如果他是你的親屬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申請 然後我在網路上跑完就是大家是說 CAV會在你申辦過後的第二個月 開始有錢進帳嘛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凡事都有例外 而且有時候真的不會像想像中 這麼的順利 我有幾個同學 他們是申請之後 隔一個月 並沒有CAV進帳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疑惑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然後就只能 發了沒有過去問 然後就說 請他們再等一等之類的 我有個同學 他12月的時候申請 你知道什麼時候還拿到第一筆CAV嗎 6月 他6月才拿到CAV 可是他7月就要回國了 所以我就不懂說 呃 那 因為你照理來說你回國後 你就不會再租那個地址 然後你不會再租那個地址 其實他應該 你也不會再用那個銀行帳戶 然後他應該就是不會再繼續匯錢給你 所以就變成說他只有拿到 可能幾個月補助 他就是 他不是把前面的都補給你 他就是 我有問啊 他說他的帳戶裡面 他並不是把前幾個月都給他 也是照月給 可是他就 他就付到他回國為止 所以他從12月申請到 現在 到他7月要回國 他可能只拿到3個月的CAV 或是2個月的CAV而已 很多事情都會有意外發生 然後那個意外其實是 一個很難預測的東西 你要拿到多少錢 你沒有辦法預測 然後你什麼時候會拿到 你也沒有辦法預測 然後你的文件會不會出問題 這也是一個很難預測的結果 我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我們一直收到CAV那邊寄來的信 他一直要我補他的出生證明給他 可是我的出生證明 在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經給了他 而且我給他是正本 然後 可是他就說 因為我的出生證明上面 沒有我的名字 因為在台灣的話 小朋友在出生的時候 並不需要有名字 台灣小朋友好像在3個月以內 你只要去獲勝事務所 申報名字就可以了 所以 有些小朋友在出生的時候 並沒有名字 然後我的 我的出生證明麻煩 就是說 我中文的那張上面是沒有我的名字 就沒有小朋友的名字 所以我翻譯起來 當然也不會有小朋友的名字 所以他在審核我的出生證明的時候 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不知道這份出生證明 到底是不是我本人的 因為 上面沒有小朋友的名字 直接有父母的名字 然後我們想說 那怎麼辦 因為我那張正本 就是沒有我的名字啊 然後我就請我媽去 在台灣的時候 去護證事務所幫我們 也不是護證事務所 就是我媽 我請我媽去弄護籍藤本 然後護籍藤本上面 不是有 就是有全家人的 的名字嗎 然後剛好就是 用護籍藤本上面有爸爸媽媽 然後有沒有有我 可是 然後去對照那張 我的出生證明上面 有我爸爸媽媽 然後就對照那個名字 跟 呃 身分證字號 然後 我們再給他看 我的護照 跟我的居留證 就是 下 這才應該要下去比對 就是 人證明說 我就是他們的小孩 然後這個就是我 就是我本人 可是 當我們把這些文件拿好之後 送去卡夫的時候 那個櫃檯小姐就說 呃 你們這個問題有點 太複雜 因為牽涉到 不是櫃檯小姐能處理的 然後他就說 這個你需要預約 所以他就幫我們預約了一個時間 然後我們隔週下次再去跟他們卡夫的老小姐 女士 溝通 好 那我們隔個禮拜再去卡夫一次的時候 我們就跟那個lady說的時候 他就說 呃 呃 我覺得那個小姐也很奇怪 真的覺得他很智障 他就跟我講說 name of this person 就是 我的 我的那個 戶口名簿上面是 英文版嘛 所以英文版上面就寫 name of person 然後 他就說那個name 是指 在英文的name裡面是指說 姓 然後 欸是指名字 不是指姓 然後他就看到name 然後後面是楊庆 然後就說 那這位小姐姓什麼 那我們就說 姓楊啊 然後就楊庆是本名 然後就說沒有啊 name是 名字 沒有姓耶 所以這個小姐他沒有姓 然後我跟我男朋友當下 在旁邊就是傻眼 湊仔還在那邊跟他解釋說 沒有 在英文的name裡面就是 全名 fullname 沒有說 除非你是用firstname 或是familyname 這樣才會有姓跟名的差別 可是那個小姐 就很堅持說 沒有啊 name在英文裡面 他就是 名 不是姓 所以說 你在名字上面沒有這個人的姓 然後我就叫楊庆帆 你要怎樣 我的護照也給他了 他到底要怎樣 我就不懂 然後就覺得這個英文很爛 到底是誰教他的啊 然後他就很 非常笃定 非常笃定 非常堅持 堅持到我們沒有辦法動搖他 我們也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能給你的東西 就是這些了 我們沒有辦法再給你 你們要什麼 我們也拿不出什麼東西可以給你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看了一下 然後就說 嗯 好吧 那我覺得 這些東西應該沒有辦法幫助到你們 或是 我應該沒有辦法 就是 做到這樣子的話 可能沒有太大的幫助 然後我們當下就無言站在旁邊 然後就說 嗯好吧 那我再想想看 我再盡量幫你們 看你們有怎麼樣解決方式 可以讓你們比較順利 因為他說如果我再提不出來的話 他又把我的Cuff給取消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不然就這樣啊 不然你怎樣 結果 我隔一個禮拜 我們隔一個禮拜 我們又收到Cuff的信 就是要我再去教我的出身證明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反正就是 Cuff這個東西的話 是一件 我覺得你要申辦 我覺得你要在法國申辦一些文件 真的是很多很多東西 妹妹格格很多 而且他都不當場跟你說 他都會事後 可是你事後你已經在這裡了 所以你會遇到很多狀況是 就算我要去申請 我也申請不到 像 我也沒有拿到我的健保卡 我雖然買了健保 可是我沒有拿我的健保卡 就是給我一張紙 然後像我的駕照現在也出問題 現在就是卡在一個 我不太確定 我到底能不能順利拿我的駕照 這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Cuff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 防部這個東西 你們最好是在台灣的時候 就把 很多東西很多東西都先準備好 你才不會到這邊來手忙腳 或是額外再付很多錢 然後像是出生證明這個東西 真的要確認一下 你上面有沒有你的名字 然後像是在法國 你會遇到一個申請翻譯的問題 文件翻譯的問題 就是你在台灣翻譯的文件 他到這邊來 也許他是不承認的 因為他沒有一個政府給的章 只有法國的法定翻譯士 才會有那個章 你在台灣 就算是台灣的法國教育中心 法國教育中心給你的翻譯人 人選 他沒有那個章 其實法國有些地方是不太承認的 所以這是很 要看 很 我真的覺得很看運氣 來這邊申請的東西 真的很看運氣 而且很繁瑣 而且 唉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反正要花很多時間 就對了 總之 這個影片是希望大家 申請任何東西都順利 申請Cuff也順利 然後 遇到什麼問題就是 真的要趕快加點處理 不要想說 好沒關係 反正我就等 等等等等 等到最後真的是 什麼結果都沒有 因為 他也不會幫你負責 真的他不會幫你負責 你要幫你自己負責 他都會這樣講 然後就說 不干我的事啊 然後我們能講什麼 就不能講什麼 所以 希望大家 順利申請到房埔 順利申請到你的簽證 順利申請到任何的東西 在法國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按個讚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有問題請留言給我 如果他想追蹤我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請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是加入Facebook粉絲團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會 一個月不定期的直播吧 就是我下次應該就不會做預告了 因為我覺得做預告好像 還好 就是有點麻煩 好像來看的也不是很多 反正我們就看運氣囉 你們希望我怎麼用直播這個東西呢 是每個月還是每個禮拜還是怎樣 請問留言給我告訴我 讓我知道 就這樣子啊 我們下次見 拜拜